他並不會消失 所以剩下三層的人 可能還是在一個 比較小規模的群聚的感染中 會得到感染 所以所有的人 其實都應該是會 有被感染的機會 另外有專家研究 從少數證據中 發現無症狀患者 不會產生抗體或產生叫慢 都對控制疫情 產生負面影響 那新冠病毒的病人之所以 一定是他體內產生的 保護性的免疫力 病毒才會消失 至於無症狀感染者 他的抗體程度是怎麼樣子 他以後會不會有免疫力 這是還要以後的 進一步研究才知道 無症狀患者沒有痊癒的問題 是否產生抗體還需要研究 另外使用核准低健 國產快篩試劑 接驗時間縮短為八十五分鐘 但與現行PCR檢測相比 檢測基因種類較少 敏感性略查 評估是否先讓 沒有實驗室的離島地區使用 早期知道可能結果 加速因應作為 三星文中外 女文系 太陽島